很開心啊 然後呢 講一下不理害你 我覺得最主要是說 他今天有把那個 局勢有吃下來 對我們來講就一個 減輕很大的 所以 我覺得非常棒 所以他那個強襲球沒有問題 沒有他打到大的 我們一開始以為是膝蓋 然後如果是膝蓋就會比較危險 那我們後來都偷大的 所以就沒什麼問題 這個就是 年輕球員的一個特色 就是很多 很多情況都是 沒有遇過嘛 然後對方也是有機會 包括第九局的東西都在打 也會覺得比較不好遇過 那慢慢慢慢 越久了越多了 他們就會成長 今天有錢嗎 有 幫大家問 這是什麼 因為你們昨天第一次在正式比賽 跟我們比賽前 跟球員的精力一些 我們上個禮拜 剛好也有在這邊 建球好 Hamlet 今天是第二次 當然是沒有那麼的熟悉 還是有一點陌生 但是就是盡量的讓他們去熟悉一下場地的彈票 那今天風姿也蠻強的 也是要試一下這樣子 看他有沒有拉吧 如果沒有拉應該 我也怕叫他上去的時候 剛好是在拉我也沒辦法拉 基本上是 有機會啦 我覺得 他今天來球船還是有點虛弱 我看他在那邊玩啊 我就想說他在那邊玩 我問他到底是真的拉還是假的拉 我看他還跟選手在那邊玩一些有的美的這樣 前兩局感覺很好 那第三局不然 三四局是不然 沒有像前兩局那種感覺那麼好 會有一些什麼狀況 比一道還是 前兩局就覺得 前兩局就覺得 偷好等到分 對 對 上被打完打之後 那 被折分之後 反而比較 急招一點 因為 而且球隊領先 那 看 變身 節奏變得比較快 然後趕快 解決打得 那 四頭就變得比較多 就是三四秒 四頭就變多 那 那 還好 手被我幫忙跟打線 再來一次也是 盡量去投 然後 投多少 多少局穿多少 你今天被左打的安打好像蠻多的 對 就是 就三四兩局 就是 四頭就比較多 那 那 他們也有想過 所以 你自己 還 需要 再多加強 就是 減少 因為 他們樂天 你能減少 四頭的話 就能減少 四分 因為他們 攻擊力比較強 那你加有四頭的話 你會造成 傷害更大 你自己知道對樂天發連勝 沒有 沒有想過 因為 去年是去年的事情 那 那你今天就是 角色無藥 那你怎麼想辦法 每一場都出帥 就是把握度 那 黃褲群的勝利 那就是 你自己 今年 你當先發的 任務 開第二下 也是一場先發 那你自己覺得 你完全進入先發的狀況嗎 還是說有哪些地方還飄在感傷 還是 局數還是 沒有辦法拉很長 因為 還是 希望能 七局 因為 現在 六群 後面 有綁會 比較累 而且 如果 一場 不用五人站的話 沒有綁會比較累 那 想辦法 還是要 把局數拉長 那 跟球數 可以拉高 那就是 剛剛 POTO加油 也有得心的特定 就是 小包包把 球數 拉更高 跟局數大長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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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